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今年夏天可以见真章 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电视节目 这个娱乐节目做的 我觉得台港已经彻底被甩在后头去了 就没法 甭说这种什么唱歌的 有什么好声音 最强音的我都分不清了 就是说 夏天来了 他们说就全扎堆跳水 而且 而且咱们强强三十行 竟然也有一位女嘉宾 去把江耀从七米五的高台上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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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你我要看一回 我要是能从五米上跳下来 我就觉得我自己厉害了 不是 跳水运动员没这么高的 是啊 我属于什么优势都不占 你能转体吗 估计选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呢 真不怕丢人 就是说 不是 我老实说 我觉得大家都不会 你知道吧 无所谓嘛 结果后来发现去了以后 我才发现这人的这个资质 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还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有能力 在短时间内 他就是能跳得很好 像我这种 短时间内能跳下来就不错了 所以你还是很 你能跳冰棍吗 直接下去吗 脚朝下 是这样的 冰棍你能跳直了 那叫冰棍 不行 那你就一屁股坐水上 就怕一肚子拍上去 一屁 那个他一般都不会 他那个就是想做动作才会拍 不做动作 直着你想横过来 根本不可能就下去了 其实他就是有一定危险性 有点危险 他还是有 我去练了几次 我都被拍子拍预 各种拍预 然后绕枕什么的 因为你要投入水 我这只训练了才十来个小时 还没有太多呢 他说必须要训练三十个小时 才能比赛 而且我觉得这种节目的宣传 现在有往阴谋发展的趋势 怎么了 他最后他有可能会造成一种 这个演艺圈的绑架现象 怎么呢 那么因为他现在说 这个高台跳水 有一样禁忌 就是说整容的议员 谢绝参加 因为你整了容 包括做了假胸 你拍在水里 全会 就拍坏 所以你看 这将来会闹成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不敢去的 您这脸不太 他其实是这样 如果你只是拉一双眼皮 没事 那拍单了 下来就 下来就眼皮单了 他不太会有事 应该是说 如果你就是里面有那个 就是放入东西的那种整容 比如说你垫了鼻子 比如说你垫了假胸 那估计会就比较危险 高被梁下去的 他被梁出来了 这个胸下去 像你说要他一个 下去的时候脸 这也很恐怖 最怕浮在池子里一个 怕的是 你看你比如头朝下 是吧 跳起来以后呢 那这个我想象头朝下 那这个这个会往下挪 你怎么知道 他这么往下 他如果 脚朝下呢 会往上挪 一跳就出来 说这是在肩上扛着 他讨厌 所以这有危险 就是告诉你们 危险身材 对对对 成二头肌了 这个 他不完全是整容的问题 他因为他跳水运动 他要求你素颜 然后你要穿泳泳衣 所以你 废话 你很想光着 不是不是 就是你比如说你平时 你身材有什么地方不好 你可以靠衣服的这个款式 来遮盖一下 那你现在这就没法了 你看他也帮人宣传 这不光是整容 身材不好的 你都不敢来身家 比如说你对你自己素颜 不是特别有自信 而且马上就会有人 用这个事情做广告 比如有的龙胸的人 就会说 我们这确保安全 甭说你往水池子里 你往水泥地上跳 我这都不会破 我拿卡车压来压去 都是原本的 刚做的 对对 他马上就会有人利用 所以你说 马老师 这你都想到 我还没往那想 没客 我认为照这种八卦周刊 他下边 他就你知道吗 他这个 他就得等你们 这节目播出完了 我觉得他们就得琢磨人 谁谁谁不敢来 是吧 谁谁谁不敢 他确实有人不敢来 他确实怕高 或者不会游泳的 对呀 他不是完全都跟整容 跳水的 有的不会游 就是他有人负责救漏 就是你也不会游 你敢跳 那你更 不行不行 这得考深水证的 你要我们进入训练的 第一天 就得先把深水证给考了 然后才能够上跳台 你深水证没考 不能上跳台的 你知道就是 你要说起这个整容 他们过去 我们这个女编辑 老想让我聊聊 说马先生感兴趣 对吧 但是我说 我一直没感觉 最近呢 你有感觉了 我有感觉了 因为就是 近这一段时间 我见了很多 在各种场合 见了很多女明星 这个没有什么可猜的 我见女明星 一天晚上能见十个 你就说不准是谁 我看到一个 所以我很想像 一个是李爱 一个是马先生 请教这个问题 就是我真见到 现在这个女明星整容 他们老说 说没有不整的 说只是说 有的是微小的整一整 那就不叫整了 微整容就不叫整容了 那是人人都做的 对吧 我见到一些整容 我又开始有些不理解了 就是为什么 我能理解你这个 女明星整容啊 可是有的 为什么我近看呢 那已经到了 你自己觉得那好看吗 就是他 他像蜡像 他像塑料 整个脸的这个质感呢 脸已经肿了 你知道吗 脸肿了 而且那个眼睛 那个针角都看见了 那么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照我看 他就失败了 你知道吗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他不以你熟人的标准 是这样 我这个整容 我原来做办公室的时候啊 我就碰见过一个整容的 熟人整容特可怕 我那时候还是八十年代 整容很得需要勇气 他整完整容 我们就不敢看他了 问题是就我们心里 我们的心里就崩溃了 你知道吗 一熟人突然就变样了 本来一个塌鼻子 他你看习惯了 就突然鼓起来了 像个牛鼻子似的 很难看 然后你每位看到他的时候 你就不敢再正视他 就变成他整容 我心里有问题 你说这事 这不是很冤吗 对 其实说到整容这件事了 我也不怕说自己 就是因为你刚入行的时候 因为我眼睛小嘛 然后总被人说 你应该去做个双眼皮啊 什么的啊 你这个 你就你就红了 反正就是意思是说 你就会被更多人接受了 我还真的傻不兮兮的 想去弄过 你知道吧 你眼睛拉大的 我现在能 我这叫拉大的 那个整容医生 就真的 他就失灭了 不行 就是说你 你真的要去弄 弄完了以后 他会回去 他是这样的 有几种 比如说做双眼皮 还有一种是用刀割 有一种叫埋线 我那种就回去了 没有用 我现在就是一个 肿眼抛 单眼皮 一点用都没有 不是 我现在一听你啊 你都落后于时代了 现在是眼双眼皮 已经不是 我说的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 我说的是战略布局的 问这个层级的问题 我知道您说的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用刀的 那他就会很明显 但是你用埋线 他就没用 他过两天 他就过一年半载 他就回去了 我不理解的是 有一些女明星啊 他已经到了 我照我认为啊 是已经叫这个众木章章章章章章章 就是就是说这个司马昭 不是说司马昭之心了 就是我我我认为他自己也知道 所有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你已经整的 脸已经僵了 你知道吗 塑料一样 而且就是哎 但是我都心里想 这导演还导演会找你拍戏吗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你知道吗 我不太理解了 他就是有一种什么呢 我已经僵了呀 我一定要非常完美 其实我就觉得 我后来就想 其实生动比完美重要多了 生动 生动比完美重要 今天我还跟我的化妆师 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他说我最近因为累啊 脸有点黄 他就给我涂比较厚的粉底 说要这个完美一点的形象 我说我说不要较劲 我说是啥样就啥样 因为当然要美化一些 但是如果说我已经为了要完美 把生动给丢掉了的话 那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 这完美啊 是不是个公众标准 不是说一个人漂亮 就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漂亮 不是 我碰到过很多明星 有的人说 这就是不长得不好看 他的这种标准没有 所以你按照一个假象的一个标准 去反复的去整 其实就是今天商业的一个骗局而已 很多人要为此生存 所以要鼓励你去做 你说明星整容是一个现象 很多他们不是明星的人 对 那就更多了 我现在就是说 大街上现在好多 不是长得像范冰冰 就是长得像林志玲的 都整 你可以看看外国人整的 要不说人家还是整得好 你看 这就整得好 这我都想起有个好莱坞系列电影 就下水道里的那么一种人 这个女的整了就是多少回 你看他1996年 1999年 2002年 就整整整整整 整这个是上瘾的 对 他就是心里依赖 就是他觉得不整 他心里不舒服 而且你没发现吗 就是整容的 但凡都是 就是都会是那种 有一点点小姿色的女生 真的很丑很丑 他也不见得去整了 就是我请你一揣 就是说 我知道你怎么看 但是你觉得这些女明星 他心里是怎么想 没有 我觉得整容的多数 都是因为 他已经受到过 好看这件事的 这个好处 就他知道好看这件事 有好处 我觉得他不知道好看难看了 他整的那个就不好看了 没有 他是慢慢发生成那样的 他一开始肯定也不是 他是不是也觉得失败了 是没办法了 我也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 像赌牌 老书 每回书一点 这一笔最后就输大了 就成那样了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画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 女人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 我觉得女人有的时候 男人也很多整整容 现在有好多男的整个也挺像人的 一说就土了 就是你所以你不理解这事 它是一种严重的心理依赖 而且呢 它是就我说人生 它是一赌博 因为整容有巨大的心理负担 我不能想象 你那个面对是一个 那个结局 不是一定是你想象要的 那个结局 这个风险多大 而且不可逆转 我就觉得我见到过的 个别女演员 是不是算失败了 就她也很惨 也没办法改不过来了 是这种情况 还是说她真觉得自己 现在比原来好看 我也揣摩不了他们的心情 但是反正每次看见那样的 就是女明星的时候 我也选择就默默地 看其他地方 真不好意思盯她脸看 我觉得就是一旦 一个人整成那样之后 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都觉得好像心怀鬼胎 各怀鬼胎的感觉 对你知道吗 没办法直接交流了 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人的长相跟你的年龄 这应该是成一个正比例的 你说您真是岁数大了 你弄一小脸 那个小时候的脸 那看着就别扭 对 因为一个人老不老 不光是脸 还有体态 还有你的动作 对 你远远的看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他岁数 你没看见他脸 他就是体态告诉你 对 你说这体态 我就想起 你看身高没法整 你爱这个气死人 对吧 所以你知道 就是当然 我女的穿不穿高跟鞋 对吧 我跟女主持在一起 都是比他们矮的 所以好像说起来 好像是我干嘛 但是我最近也是有点无法忍受 我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吧 我就认为你们女人 这是有点 就对那种 那种暗地里的那个较劲 我都能感觉到 就是你要较到恨天高 就是你已经超出了人类比例了 现在咱们就有一些场合 你跟这个女演员 女主持 我说 我说 他这个高跟鞋 所以我为什么想提这个意见 女人高跟鞋 你看玛丽莲梦露说什么 就说我要永远感恩那个发明高跟鞋的人 这是对的 她是让女人更美 可是我认为现在啊 女人已经疯了 穿这个高跟鞋 你怎么能穿这么高啊 就你知道她怎么能这么高 因为她的前边在垫这么厚 后边在 现在这个女主持穿的拖地长裙 我站那已经 你知道吗 明显就不对了 你不知道好看难看 这个我得说一说 因为我长得高 我还是比较知道 就是说 特别是在这个演绎的这个圈子里头 长得高的好处在哪里 第一点呢 就是你不管往哪一站 你是比较瘦 就是你是比较突出的 因为你高啊 你比人高一头啊 然后人家都会看你 我曾经就因为 那时候我还小 刚刚就是刚刚模特拿了奖 但在公众里头 我是没有知名度的 然后去参加一个娱乐圈的 一个颁奖晚会 一个音乐圈的颁奖晚会 那一天是大碗云集 结果我一从车上下来 其实我什么都不是啊 那会儿没有多少人知道我 我一从车上下来 一票粉丝往我这边拥 就觉得前面还在猜呢 这谁 一边跑一边猜 这谁啊 这谁啊 然后那个旁边那个 这是那个 那谁吧 没有人能说出我的名字来 就觉得我脸挺生 但是一大高个儿 然后穿着礼服 然后穿着礼服 然后梳在头发 应该就是个艺人 明星 然后哗就冲过来了 把我给吓一跳 把现场保安也吓一跳 因为现场保安并没有收到说 有大腕来的这个消息 都没有准备好 结果搞了一个混乱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 可能确实是个子高的一个优势 对 因为你你受瞩目 不管你是谁都好吧 反正你你就因为个子高 你受瞩目了 还有个优势呢 就是我曾经参加过一个 大牌子的一个fashion show 但我不是走秀 我是一个在下面看 看秀的人 那因为我的身材 因为是模特身材 我就不去挑衣服 我说这样吧 先让各位大腕挑 挑完了剩下什么 我穿什么 结果等到我去的时候 我尽着了 你知道剩下什么裙子吗 全场最漂亮的裙子 因为是大拖地的长裙 没有人能穿 只有我这个的人才能穿 就那天可能邀请的明星 当中我最高 所以那条裙子就留下给我了 这真是残酷的竞争 是吧 马爷你不是研究这个现象 不是 穿扣扣鞋 跟古代蝉族没本质区别 是一回事 我们今天的人看古代 中国至少从晚唐开始 就有蝉族宋代就风行 今天一直蝉到 我们这一代人都能看到 是吧 觉得那是一个恶习 蝉了一千年 觉得这不可理解的事 可能一千年以后的人 他看我们说那书人都能穿高跟鞋 对 本质上没有曲解 第一 他取悦于男人 不是取悦于女人 高跟鞋和蝉族都是这样 他本人并不舒服 首先这东西 高跟鞋 咱也没穿过 但我想那事 肯定不会舒服 踩高桥的 另外一个 他那个受力点 我看到一个残酷的X光片 就是这个女的的这个脚趾头 每个里头都打着钢针 他为了老成立 就是我看了 那是我在网上偶然看到 我看了愣半天 我说这人就为了穿那高跟鞋 那这跟蝉族毁这脚 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 像我这么高个 其实我就已经应该被高跟鞋 高跟鞋给抛弃了 因为太高了 但是我真是觉得穿高跟鞋好看 还真不是为了男人 是我自己看 按理说我要入入为了男性的话 我就不应该穿 因为男孩子已经离我很远了 没错 但是我就觉得穿高跟鞋挺好看 我就爱穿 我们说的是这种文化现象 不是 好看 男的也爱看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男的已经讨厌了 因为我们说的好看 是典雅的优雅的好看 比如说这么高 这么高 我觉得女的穿这么最高 这么高 我可以欣赏 她是当然好看 她让你的脚踝更美丽 腿更修长 自然是好看的 但是你这么高 我的天哪 就是我觉得丧心病狂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丧心 我现在在 我为什么不爱去一些什么 这么高 就跟脚越缠越小 道理都一样 脚是越缠越小 根是越高越高 所以马先生说的太对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五四时候的看法 认为男尊女卑 中国那个时候缠足 是表示我们腐朽的 男尊女卑封建文化 现在看来是浅薄了 这个看法是浅薄了 事实上是 不管在哪个时代丧心病狂的女人 她们都不惜 就是为了取悦一人 获得自己的优势 都是不惜自残的 你知道吗 而且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争斗 我就能感觉到 我特别想当联合国 有时候我想跟我们女主持 就协调一下 我说有高有矮 大家不要争 要不然都你们就都统一 对吧 都矮下去 那么还是差不多 你不能一个矮的 他想跟李爱 他占李爱 他不能比李爱低 于是他就这么高 然后你到李爱的心理 我也没能明白 这本来就是我优势 我怎么站一刻 你跟我一般高 我也得穿 你这样的话 已经就说下半身 是上半身的两倍 可那全不是你腿长的功劳 你说 我跟你说 这也跟现在网上 就是照片 PS各方面都有关系 包括整容 其实我觉得都有关系 因为大家看网上照片的 很多都是PS出来的 腿也是PS 就是那种大杂志照片 其实都是这样的 就觉得女明星也好 艺人也好 反正美女 就得是这种标准 他都调整了比例 但他实际上 他不可能 他不是真实的 所以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这个是个没文化的时代 审美文化 为什么应该像马先生 这样的学习 学习 多看看艺术品 其实我觉得 如果女明星 最后弄弄到这个程度 我心里会觉得 你这个文化水平 就是说你的审美 你的审美 我认为有问题 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一代人 我们现在的人 穿高跟鞋 跟古代的这个禅足 他满足的心理 是公众心理 不是他个人的 满足公众心理 很重要的一点 是满足男人心理 过去禅足的主要的目的 是满足男人的性需求 这是原因所在 所以今天的这个理论上讲 凡是把脚丫子都弄成这样的 从潜在的意识上 是要想满足男人的性需求而已 感觉你们还是为了我们 我们还不高兴了 真是 我有点难以接受这个事 这是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五根手指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及时资讯 五大平台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友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离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慧原酒精华 年份暖江 五井共酒 李爱你说你反对 你不是为男人 我反正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不一定是为男人 因为如果我要是为男人 我就还是那句话 我就不应该穿高跟鞋 我应该不买高跟鞋 因为男人已经怕了我了 我穿平底鞋站那 他们都离我远远的 这个很简单 缠组和高跟鞋 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使女人的肌肉绷紧 这个绷紧是理论上是有目的的 它是这样的 紧一点 但是对 那是起源了 但是发展到后来 我觉得异化了 我真觉得女人 这个不是为了起源男人 是为了超过女人 就你觉得是女人之间的竞争 是吗 它要引起最大的注目 一个明星 他不能矮过别人 那跟过去鞋足有什么区别 过去鞋足是这样 这个人脸都不需要看 把脚一伸出来 脚小 这是最好的媳妇 但是我也有在想 标准在这儿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足上做文章 是一个男人的癖好 练足癖是全世界潜在的男人心理 每个人都有 现在 咱们看看他现在的小型 现在你看飞姐 飞姐这是什么原理 李爱你明白吗 我觉得她是光的脚 然后把那个根给缠在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科技 对 这挺酷的 这种人体原理 再看下边 这个你看 它没根 多酷 它这么一种设计 它这个鞋就能这样立 脚就能这样立着 你再看下边 这个根 这是Lady Gaga的吧 Lady Gaga的鞋 Lady Gaga的鞋 你看 它就是能够高到这么一个 它这是一种艺术表达了 这不仅仅说是个什么美 它跟美已经没关系了 后面那都是属于一种艺术表达了 我要的就是这范儿 可能 那就是 已经是这状态了 那我的审美还是比较古典的 我有时候在想 这确实也跟 我在想一个心理 比如说你要夸我 说李爱你知识渊博 和更夸 李爱你长得真是好看 肯定是还是后面那句 让我更高兴 这个可能也是 大部分女人的心理 就是说你夸我其他 我也高兴 但如果你夸我长得好看 那我一定更高兴 如果说你夸我其他 最后说 但是你长得丑了一点 你其他前面再夸我再多 我都觉得 那也不能说你长得好看 一点文化都没有 更难受 那也不行 但是好看这个事 但男人有那么在意吗 当然了 也在意吗 最在意好看了 是吗 那看来还是我误会男人了 先头好看 我以为男人 不好看 连聊都跟你不跟聊 不然这少数男人 马爷不会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 男人对自己外貌在意 就是有女人那么在意 就比如说我 我夸你 其实你 你学识渊博 但是你没有那么帅 男人好一点 是吧 但是现在在意的 也越来越多 年轻的这些帅哥们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灌 文明喜事录 都没能够 真漂亮 好美 假其灶 不正面 非常棒 每天都没得 type 考虑